講到誠信問題 可能有一個人對於民進黨的誠信 會有很不同的意見 他是在4月12號 被移民署強制出境的 武統論的學者李懿 他說他當時是從玉山 他去爬玉山 從玉山上面 玉山上面也沒有訊號 收到訊息知道說 他要被強制遣返出境 這個時候來了 一兩百個移民署的官員 跟他說我們來接你 來了一兩百個人 把他拉到機場把他送出境 然後他說這整件事情 讓他覺得很莫名其妙 因為民進黨書籍了 想靠炒作大陸來撈票 這是他自己的感想 為什麼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要把李懿遣重出境 是因為他有一個演講 這個演講被認為說 對於台灣的國家安全有危害 這蔡總統說 有一個訪客李懿 他的言論威脅到台灣的國家安全 所以我們必須請他離境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言論 可以威脅國家安全 這個事情顯然是 他對於武統的一些說法 蔡總統覺得會威脅到國家安全 這個蘇生湯院長下令了做這件事情 他說他是假觀光之名 宣傳武統台灣 這是恐怖分子 而且比起李明澤被關五年驅逐出境 是剛好而已 快走不送 所以是蘇院長下令 整件事情 我們的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是說 他為什麼會做這樣子的一個決策 是因為他來參加一個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遊行 我們無法接受 在總統跟院長的指示下 做了非常迅速的處理 這件事情 還需要總統跟院長的指示 難道陸委會不能夠自己處理嗎 在整件事情 李懿被遣送出境之後 李懿發了一張照片告訴大家說 他之前來過台灣很多次 這不是他的第一次 他之前來台灣的行程 也都是跟政治相關的 他是一個學者 他對於台灣的政情 有收集很多資料的習慣 4月12號他的爆料是說 他在2017年的5月11號 就到了民進黨中央黨部 他還特別放了這張的合照 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前 他跟黨中央負責人 談跟武統相關的話題 這麼危害國安的議題 怎麼可以跟民進黨中央的人談 然後他說詳細的文字跟紀錄 都經過民進黨中央的負責人 逐字的修訂後發表 發表之外 李懿還說他把這一份 跟民進黨中央負責人的 相關的談話內容 轉交給國台辦 跟中央軍委的相關人士 這是民進黨中央的負責人 要求他轉交的 整件事情 這一個神秘的會談 也跟武統相關 所以民進黨其實對李懿這個人 過去是很了解的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突然發現 有一個危害國安的人 會到台灣來 然後突然要有一個演講 之前的這些 這個時候談話不覺得這個事情 這個人很危險嗎 你既然在這個時候 就應該發現他很危險了 你還讓他入境 還讓他快要演講的前一天 才把他趕出去 這個時間的選擇 不是非常的奇怪 而且讓大家覺得很不合邏輯嗎 李懿這個事情 其實基本上上個禮拜 現在沸沸揚揚 大家有很多的討論 其實還不只討論李懿被驅逐出境 還討論到台中為什麼會有一個 那麼以和平統一為主題的遊行 盧秀苑居然還可以核准 所以盧秀苑的維基百科 被改上賣國賊三個字 直接改掉了 現在目前在一個 因為當一個維基百科 一直被寫這樣又被改回來 又寫這樣改回來之後 他會進行凍結狀態 進行一個審核狀態 好 我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個遊行基本上 我們先說 因為事情還沒有發生 李懿就被驅逐出去了 我在講什麼 當李懿來台灣是持觀光牽 而行政治活動去做正式演講 而且內容還是要和平統一的時候 你把他趕出去 聽起來是非常和情的 這是給他掛出來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一點就是 李懿他抓住了我們 在整個過程當中的瑕疵 他還沒有發表這個演講 餵睡飯 他還沒有進行演出的內容 大家看到這個2019年的 這個和平統一融合發展論壇 這個海報上面有李懿在這邊 他的這個主題就是 旅美的社會學家李懿教授來談 維護和平統一為前景 探索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 很清楚嗎 對 我過去在採訪的時候 也曾經有過那種什麼 世貿展 他找很多人來代言 結果曾經也有一段時間 現在好像也沒有了 就很流行找日本的AV女優來代言 賣車賣什麼 奇怪 你去找AV女優 為什麼 有人氣 會有人來 結果就有一個這個工作者 他因為是吃光光籤 當天已經人到了台灣 他不敢上台 怕會違反他入境的目的 所以李懿如果來台灣 他是吃光光籤 他去做了這個演講 百分之百是不行的 那就趕快把他 當日就把他驅解出信 可是問題是 他去爬上玉山下來的時候 他現在變稱說 我不知道我被寫在海報上面 他變稱 這個就是主辦答案講說 那我可憐 他這樣亂講 我們當然是有要求他 邀請他 他才會來 他才會有這個海報上 但是我現在重點在於說 我們的瑕疵在於 他還沒有做 你要把他趕出去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已經這樣子了 我們的總統跟 蔡英文總統跟孫雄院長講說 因為他已經有國安的危害 你就要去檢驗 一個有國安危害的人 這個照片馬上就出來了 這是幾部曲 他跟馬英九照過照 馬英九報是也說 我演講的時候 後面很多人會講 他是其中之一 如果說照相就不行的話 李毅這張照片 我跟大家說 他時間記得非常清楚 為什麼 因為根本有一篇文章 我給大家看 2017年5月11號 他有發表 他到民進黨中央跟民進黨人士 全程QA內容全部解錄 對方還有認證給他名片 他還把名片交給了解放軍的將軍 跟一個國台辦的副局長級的官員 告訴他 我跟他談的所謂的蔡英文總統 會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兩岸最後走到哪個方向 武統的三重可能性等等 大家去看網路上 你只要查都可以查得到 我跟大家說一件事 李毅怎麼說 他離開台灣以後他說 這一天5月11號 經過安排 我拜訪了民進黨中央 民進黨中央有相關的負責人 與我常談 我做了詳盡的紀錄 整理成文 我現在要講一件事情 我不是要去責怪民進黨 可是我是覺得這件事情 真的有一點轉移焦點 民進黨的發言人 叫做丁允宮 新聞部的主任 他特別回答 他說當天 他們是在黨部以外的地點 就是華山英文中心 在民進黨下面右邊那裡 進行觀點交流 與工作無涉 我就不太懂了 為什麼李毅是見 中國事務部的副主任 這位林副主任 他為什麼不是見婦女部 或青年部主任 他為什麼要見 中國事務部的副主任 你從這個訪談紀錄當中 怎麼會與工作無涉 所以你今天第一點 你說與工作無關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李毅說經過安排 我拜訪了民進黨中央 結果你現在跟他回答說 他沒有進民進黨中央 他沒有進去 沒有進入黨部 誰跟你管有沒有進入黨部 今天一個外國人 跑到台灣來說 我見到了總統府的高層 結果最後你說在哪裡 在這個外面 南洋街的一個地方 好像叫做這個 什麼永和育所 那個人是蔡英文 我見了總統 我現在假設舉例 我沒有在總統府 他總統府發一個新聞稿說 我們跟這個人 沒有在總統府那一見面 他沒有進到總統府辦公室 這不是蒂溝倒菜的時候 你在講什麼東西 今天李毅有來 有接觸 有談 而且對象就是他的對口 中國事務部的副主任 然後在當時 我也在跟大家講 在當時 這個學者李毅與民進黨人士 對他這篇文章都還在 他裡面寫了很多 就我剛剛講的 武統等等內容 所以2017年的5月11號的那一天 民進黨至少有一個 中國事務部的副主任 當時的主席就是蔡英文總統 蔡英文總統過去還是陸會主委 他對兩岸事務是自己掌控的 這個副主任有沒有跟蔡總統報告說 我今天見了一個這個人 我還把名片給他 還請他傳話 有沒有跟主席報告 我不知道或許沒有 但是這個主任他錯失一個良機 兩年前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恐怖分子 給締結出境了 因為李毅他是一個講武統的學者 這點無庸置疑 所以不用幫他講話 也不用說什麼 他一定可以留在這邊 但是事實上 他在台灣的這一些 你要驅逐出境的這些理由 比較薄弱是事實 如果說這個人的存在 只要一發現他就要立刻驅逐出 還有人用ISIS在形容 恐怖分子 這是蘇貞昌講的 如果他是恐怖分子 2017年的時候 他就已經出現在民進黨中央了 他就已經出現在民進黨中央 這是第一點 所以李毅的部分我是覺得 驅逐他這種政治的選擇 總統跟院長都做了這樣的事情 這個東西我覺得沒有什麼好髒譬 這是一個政治的決定 只是這個政治的決定當中存在一些瑕疵 第一個他還沒有做出 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的時候 你把他驅逐了 第二個就是 他過去也跟民進黨接觸 當時你並沒有用一樣的強度 抓到這人很危險 在華山藝文中心談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衝進十幾個黑衣人 走 今天就把我出去 因為你很危險 你是恐怖分子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我跟大家順便說明一下 這是同一件事情 為什麼李毅會被驅逐出境 因為剛剛有那個遊行 所以盧秀恩就被罵了 不是我們的集有法第四條為講 集會遊行不得主張共產主義 跟分裂古董嗎 這個和平統一的這個遊行 絕對是不行 很多在現在看生活文觀眾朋友 我跟大家報告 這一條集有法到現在為止 第四條他還是在的 可是在21年前 1998年的時候 大法官釋憲文445號 1月23號1998年 這個釋憲文就已經告訴你了 因為我們的憲法保障言論自由 所以集有法第四條的這個 所謂的 國土分裂跟共產主義的這兩個主張 如果在審核遊行的之前 他還沒有遊行 你就直接不讓他遊行的話 基本上是會不恰當 會危害到言論自由 所以他就已經跟你講了 這個第四條的這部分 應該要在公布之前就失效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 當時大法院事件並沒有解讀 集有法第四條違憲 沒有 但是要告訴你 集有法第四條的這個規定 會侵犯言論自由 也就是你不可以在任何遊行之前 去做言論跟思想的審查跟前置 你這個是什麼 可以 你那個是什麼 不行 那我們就是逗退路了 所以為什麼這個法 到現在第四條還留著 可是從1998年以後 所有的遊行 不管你主張的是台獨 甚至這兩天我就不嗅了 也有人在講 桃園在今年的3月也有一個 就是台灣民政府主張 中華民國跟台灣 中華民國不存在 台灣是屬於日本國的國土 這個東西明顯分裂國土 為什麼它可以 對 因為所有 不管你主張的是和平統一 台獨或不統不獨的 任何遊行 在我們現在警察機關 陸權去跟新公處借 審查這個集會遊行法 你去跟警察局去申請 所以這兩個配合在一起 你有陸權又有合法申請 你就能辦遊行 所以台中的狀況是如此 李毅的狀況也是一樣 這是一個選擇 就是說現在去講這些 之前有沒有經過民進黨中央 是進黨部還是有沒有不重要了 重點是現在就是 蔡總統打中的 就只要你是 認為我不受歡迎的對象 我要把你出出信 這是目前的政治選擇 只是中間的確存在的一些瑕疵 他好像是旅美 應該是一個 他拿綠卡的 所以我們都會詳加紀錄 而且這個資料大概都會到 主席的手上 所以理論上主席會知道 會知道 所以蔡英文主席已經知道 沒有 那個時候可能也不會覺得 會有幾年後的今天這些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覺得不恐怖 兩年後覺得他很恐怖 這個有可能 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一個政治氣氛的改變 就像川普上來以後的非法 美墨邊境的非法的入境 之前都清清淨淨 現在大軍那種 甚至要煮高牆 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他的主張 那麼在台灣目前的法治裡面 我是覺得是有問題的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這個是什麼跟什麼 不過剛才韋翰特別知道就是說 他基本上是未遂 就是說演講也還沒發生 未遂 我現在要問一個問題 誰同意他來 就是你已經開 誰同意這個申請 觀光籤不用同意 就是申請觀光籤就對了 聽你在講 聽你在講 觀光籤也要同意 留一會 申請 所以陸委會 他自由信也要經過他們的審批 如果他是以美國的身分進來的話 不用申請嗎 他 他 他可以 他可以用綠卡 直接申請VISA嗎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陸委會講這句話 就是他知道 可能要做一些修正 所以才有總統院長指示下 迅速處理 因為可能同意 是陸委會同意的 所以 沒有錯 所以一開始是同意他來 同意他來 現在因為狀況改變 請他離開 這個也是我們國家的一個 公權力的執行 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不過就是說 這個我們不歡迎 這個對台灣主權威脅的 這些言論 這樣子就OK 今天未稅什麼寄稅 哪有這種東西拿什麼未稅罪 所以這種不要再硬扯 這個都是政治好不好 用講了半天的法律 講了半天的法律 都是狗屁不通的 不過這個政治 的確這兩年有這麼大變化 2017年5月11號 還可以到民進黨中央黨部 跟民進黨中國事務部的副主任 做這麼一個長的訪談 而且還很友善的 幫他轉給國台辦 然後現在才短短的兩年的時間 馬上就變成一個恐怖分子 對國安有疑慮 這的確會讓大家突然覺得說 怎麼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同一個人他的角色 卻被有這麼完全不同的政治定位 我告訴各位鄉親說 尤其把我打開那門的 你們才說要主張台灣獨立 台灣主要的 說我是一後無敗的台間 你這張應該去民進黨中央打開 這不是一後無敗 不是什麼才能做一後無敗 這就是因為現在蔡英文的民調價 所以現在開始打資金 結合美國 這就是他這次二峰二峰的 選舉的主要的策略 包括對羅青鐵 他也是說他在顧資金 所以顧資金 台灣相對 你主張台灣獨立的 你就比較抑制 那麼 不是只有一個理業而已 那又有 他們聽說不再來了 他們的交流 不是一個而已 剛才準備說得到 這是政治處理 照你的人頭來迎 在這個時候 我就是在顧資金 任何一個來到中華民國 主張無宗統一的就對了 掛出來 這我們要把他學習 這種的主張 無用分存在在我們中華民國 但是你們是為了政治理 你們可能頭來暗期 可能輸通兩三年 現在看民調價 就要借他的頭 把他打開來迎 這樣是怎樣 割主席 現在就不是減主席 如果沒有好家債 沒有 這叫做姓氏 台客資格是這樣 離空一千年 你們可以跟我這樣做回來講 本來一管 他的文章 你就是一管 他就是主張一國兩座 這種的做法 你們都很清楚 所以你又把他慎了 慎到現在要應徒拿出來迎 這就是民進黨 他用一管的手法理義 還說得好 刺起來 你看看我很勇敢 你如果主張普通 逐出文化 說得不算很強 那你們可能 頭來暗期兩檔 你現在拿人頭出來 這實在說 這是很不甘惡得意的 我跟外星庭的做法 一模一模 你們全都這樣 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家安全 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也知道外交處境很困難 如果什麼要借用破海 兩方的合併交流 借責假衝突 然後提高你的民意 民民民地已經開了 大家眼睛金金都很清楚 主席謝謝 我抱歉我補充一下 這是主席 拜託的投版 說台商回來投資破一千億 其實是一千兩百億 這是禮拜六資訊報的投版 蔡總統你這樣對 蔡總統你是自由時報的 附水組織嗎 你怎麼去抄人家的投版頭 新聞在這裡 是誰抄誰 誰先誰好 他自由時報先 蔡總統是第二天 這個他到了香港之後 他說嗆韓國瑜當選之後再來 李毅這個學者你要幫幫忙 你沒要選機人要選機 但是我是認為韓國瑜當選 他會允許武統各種言論 你要主張獨立的 韓國瑜他會包容 愛與包容 你講的是事實 但是請你可不可以控制一下你的嘴巴 我要表揚的是這個 因為那一天本來這個 統派已經申請遊行 然後獨派有人要去抄不住 要去抄 要去反統 結果後來統派把遊行取消 我覺得這是非常明顯 為什麼 因為沒必要 人要去遊行說我們不行 我告訴你 因為很多黨都要抽選 你現在統派在辦遊行 我沒去可以 那是一定要曝光的場合 結果統派說我們遊行取消 總可以把它避免衝突 我覺得這一點很好 那我的結論是說我觀眾朋友 你要瞭解說2020年的選舉 不是選候選人 也不是選政黨 也不是選政府 他選的是國家的路線 剛才各位成班都說了 唯一紅的就是這個學者 我都不太想講他名字 這樣的一個學者 引起總統院長這樣的重視 我覺得他只會票價 他賺到了 我們選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